大家好,我是花地马圣母女子学校的郭嘉颖同学 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圣诞马槽设计意念及意义吧 首先,今年的主题是喜乐家庭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二节天使说 你们将让看见一个婴儿活着长宝躺在马槽里 所以,马槽的展示让我们看到圣母玛丽亚和圣若瑟迎接小耶稣的诞生 借此唤起我们明白,每一个家庭都是天主所祝福的 因此,每当看到圣诞的马槽 就会感受到圣母玛丽亚和圣若瑟那份温柔和喜乐的心 回忆圣家座是每一个家庭的点 新冠肺炎疫情人被受控 全球的经济都因而受到影响 当中衍生出来的问题不胜枚举 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家庭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加需要家庭与爱及团结 逆流而上,共同抗议 踏进校园,我们已看见小耶稣诞生的马槽情景重现 在马槽的上方,我们看见一颗发亮的星星 这星星照亮,引领我们,以喜乐,期待的星迎接耶稣的到来 发亮的星星下方有不同团体的合照 包括有天神之后传教女修会 信仰小组,校内班级 余霞活动小组,学校教职员工,家庭等等 学校奏向一个家庭的塑影 自童年时代,在校园学习伦理的价值 开始恭敬天主和善用自由 感恩天主因为爱创造了世界 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天主的慈爱 在疫情之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 耶稣在马槽中所展示的温柔之路 好能彼此亲近,富有人 天地万物都是天主最美好的创造 我们也要保护爱惜 让这个世界招醒天主的美善 因此,我们在制作马槽所使用的物料 大部分都是取材于循环再用的物品 希望不为这个世界增加负荷 最后,我仅代表我校 祝各位圣诞快乐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